我們看這一體 這一體是一個長方體 三邊長分別高是3 長是2、寬是2 所以底面是一個正方形 以致圖中的路徑是怎樣呢? 是在長方體的表面上 從A點穿過EF這一條線段到達基點 它要到達基點的最短路徑 也就是說它從這裡走到這裡穿過EF的話 它是最短路徑 那麼它要求什麼呢? 求此最短路徑的長度 那這個什麼時候會最短路徑呢? 你就把這兩個面攤成同一個平面 然後呢? 從這裡到這裡把它拉直線 那個就是最短路徑 那我把這個平面攤成同一個平面 表表A B C 這是D E F Z H 那我把這個面攤成這樣的平面 這是一個正方形 這是一個正方形 這是H Z E F 這個都是2正方形 然後的話呢? 這個面喔 跟這個面呢? 是同平面 所以往下延伸 要是3 那這個長度呢? 是3 這長度也是3 這也是3 這樣子 那是A B A V R 好 那從這裡到這裡的話 它是最短路徑的話 就是給它拉直線 那一拉直線的話呢 這是P點 它要求呢? 1P比上呢? P F EP比PF,第一小題要求EP比上PF 這個會頂多少? 我們看這兩個三角形是相似的 所以對應編成比例,就是PE PE是這個小三角形的底邊 除以大三角形的底比,這個是2 會頂多少? 會等於這個小三角形的這一邊是2 除以大三角形的這一邊,這是5 相似三角形對邊呈比例 所以我就曉得,這個PE 這個是等於五分之四 也就是這個,是等於五分之四 那EP呢? PF,這講錯了 PF,這寫錯了 PF PF是五分之四 那EP呢? EP呢? EP就等於多少? 就等於2 2減掉五分之四 所以是五分之六 五分之十減四是五分之六 也就是說呢? EP比上PF 這是五分之四 這是五分之六 是吧? 6比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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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比4就是等於3比2 所以答案是 這個是3比2 好,這個是第二小題 我們第一小題還沒做 我們看這個第一小題 第一小題它說這個對轉路 最短路徑長 最短路徑齁 就是AZ AZ 7點又多少呢? 這是一個直角三角形 這是2嘛 就更號多少呢? 這是2的平方 那加多少? 這是5啊 5的平方嘛 25加4是29 所以是更號29 所以第一小題是更號29 更號29 再來我們看第三小題 長方題表面上 A,G兩點的距離 A,G兩點的距離就是取它的 最短的路徑長 最短路徑長我們就帶公式 這3,2,2 我們叫D好了 D的話就等於根號多少呢 最長的那邊 最長的那邊是3 3的平方 加上多少呢 加上2加2 2加2的平方 代公式 這是多少 這是4 4的平方加3的平方 這5的平方開更是5 所以第三小題是5